然后他说有人拿我的证件要去办户籍等等 这是典型的诈骗 然后他就 后来又说什么解来玩 然后说你涉及洗钱什么之类的 在内湖派物所远景与银行行员苦口婆心劝导下 66岁的高姓富人终于惊绝差点被诈骗集团骗走血汗钱 国内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根据内湖分局方面的统计 近期已投资诈骗最多 诈骗集团常以高报酬又使民众加入社群 在一步步让民众调集陷阱 通常比较多是LINE的那种诈骗 对然后就可能有投资讯息或者是 对投资讯息好像比较多 股市那些的 我身边的朋友有朋友 就是会有电话诈骗 然后他当下就是觉得那个是真的 只要在社群点连结或是加入不明的LINE群组 几乎都是投资诈骗的类型 也遇请民众要特别的留意 遇到有可疑的类似的讯息呢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联系 还有简讯诈骗也很盛行 内湖分局分局长肖慧珠提醒民众 收到这些简讯要特别注意 只要在你的手机有接获到 意思可能你的水电费没有交或是停车费没有交 类似的或是你的这个地匠税没有交等等 要求你要点进去连结 它也都是一种诈骗的集团常用的手法 内湖社区大学校长张芳德 就曾接到过诈骗电话简讯及信件 他也分享如何避免受骗 收到这种讯息 我第一个当然就会先 先想我有没有 比如说购买东西 我有没有确定买这个东西 然后真的有买 我还是会跟我的商家联络 重讲啊 当然就是直接打电话去问 不过我会很小心 我不会用信件的电话 我会上网去查这家公司 然后打电话到他们的总机 去找他们的客服 确认这些事情 至于在银行主扎部分 警方也与金融机构紧密联系 提升行员警觉心 及早发现收聘民众 已破解诈骗集团话术 现在都有训练就是同仁一些说法这样子 对就是条例式 然后我们也有请那个银行行员 就是要受训这样 就是要用一些关切啊 然后自然一点的方式 让他去了解说 这件事情 这就是一场诈骗 除了警政单位持续努力打诈外 提升试诈的媒体素养能力也是关键 内湖社区大学就与相关单位合作 推出多场防诈宣导讲座 及开设基本媒体素养课程 需要协助社会大众辨别讯息真假 不当诈骗集团眼中的肥扬 我们跟我们的列湖分局台北市民警察局 都有配合防诈宣导的讲座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配合教育部 在推动媒体素养的工作 所以也有防诈骗 也是媒体素养非常重要的一环 炸奇诈骗 列湖一起来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 好 再来哦